你要修不静观 什么叫不静观 就是这个人外表论如何 里面都是血啊 臭的 对不对 钱再多也会害你 知名度再高 你知名度越高 敌人越多 你要看到他不清净的那一面 不能一直执着这个东西 平常如果你贪钱 那你要多布施 布施消除对金钱的执着 乃至修不静观 消除对外表的执着 所以各位要多看女人 或男人的骨头啊 骨头啊就是这样 死了 对不对 外表再美都没用 再帅也没用 白骨一堆 意义不大 这一点看清楚 别人车祸死掉了 你要想 那可能就是我 可能是我儿子 这个也叫不静观 无常想 别人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也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不能说 好在不是我 明天就变你了 因为你没有背心 所以看到别人车祸了 赶快为他念佛 为他回向 你消除他的灾难 就消除你的灾难 想不相信 今天有人车祸了 流血 快死了 你去救他 别人还误会是你 你撞死了 还抓你去问了老半天 很麻烦的 但是这样做的结果 你本来的车祸就不见了 为什么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特别放生 放生你去救他 要被杀的命 是不是救自己的命 就少了一个杀劫 少了一个车祸 这个观念各位一定要有 你千万不要说 纽约不好放 干脆不要放 就是不好放才要救 虽然有时候救不了活的 就死了 虽然救不了 看得见了 就看不见了 什么叫就看不见 各位每天晚上 念阿弥陀佛 把纽约美国吃掉的 龙虾 活海鲜 回向 被杀的牛猪 回向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回向 回向也不能光 回向给自己的人 回向给那些被杀的动物 被堕胎的小孩 护目去的老人 所以我希望各位 今天我这次来纽约 他觉得这里哪里是纽约 这个是中国 到处都是我 这么多人 那怎么办 各位就腰多一点 去护目走一走 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就去了 好不好 有没有护目多一点 中国人多一点的那种 去那边念 那边念比较有用 这边对墙壁念 去那边念啊 去撒撒水 撒撒米啊 对不对 米可以给鸟吃 除了布施给孤魂野鬼 面包 又可以给鸟吃 又可以多一个功德 布施给亡生者 所以用各种方法 好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涛法师红法行程 4月10号星期二 据十月 莲花生大事书胜功德日 晒行云俄行程一亿倍 下午三点 屏东台塘公司屏东区圆环 书时响宴 点腕灯 公万水 护生 药供 祭慈悲施时法会 联络电话 087516018 4月12号星期四 据十月功德日 善行云俄行程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云林观音讲堂 法官灾界 护生 点灯 供水 要供 祭慈悲施时法会 联络电话 056331565 4月14号星期六 念药王菩萨 药上菩萨 池山除岁七千节 据十月功德日 身洗余俄行程一千倍 上午八点半 台中五方讲堂 供送药师经 持送药师灌顶真言 祭四十九天 药师法会圆满日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4月15号星期日 念释迦牟尼佛 持斋除岁八千节 据十月释迦牟尼佛书上功德日 善行云俄行程九千亿倍 上午八点半 即下午一点半 法官灾界 祭海淘法师 与竹奔仁波切慈悲座谈 联络电话 02-2951-0355 静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点是板桥碑院讲堂 举办八观灾界 继海淘法师 与竹奔仁波切慈悲座谈 恭请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4月15号星期日 上午八点半 八观灾界 下午一点半慈悲座谈 地点 板桥碑院讲堂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二段581号 联络电话 02-2951-0355 02-2951-0355 上午七点半 于捷运江泽翠三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海淘法师慈悲置业 德国慈悲协会举办 欧洲德国慈悲禅修营 换起内心的慈悲 体悟佛陀慈悲本怀 探索自己身心世界 海淘法师慈悲置业 将于2018年 暑假于德国举办国际慈悲禅修营 让旅居海外的青年学子 能有机会学习禅修 体验慈悲的力量 学习以慈悲心 去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 我们所居住的环境 将因您的慈悲涌现而改变 本次营队特别安排在 汉诺威市区 位于火车站旁 交通方便 欢迎信众踊跃来参加 慈悲柴修营 一起唤起我们内心的慈悲种子 日期 2018年7月6日起 至7月16日止 即11日 请于7月6日中午12点前报道 7月16日至22日 将安排 深入德国慈悲之旅动态营 欢迎自由报名 地址如下 参加资格 凡年满15岁以上 60岁以下 无故己知身心健全 行为端正 怀者大慈悲 祈求开悟者 以及愿意服从指导学习 亲近出家戒律为遗者 均可报名 经审查面试通过后 将寄发审核通知书 安排报道时间 报名方式 请上网下载表格 填妥后传至 live tv.net at msa.highnet.net 或洽询下列单位 索取报名表 填妥后送至各地 欲参加者请尽速报名 统一会诊 寄回秘书处审核 海桃法师 海桃报名道厂加886-22550-9900 道路联络电话 加86137-6459-9696 道路电子信箱 310-338-730 at-qq.com 马来西亚海桃法师办公室 加606-431-0719 加6011-1063-6066 Line ID 海桃Office WeChain ID MyMaster海桃 德国慈悲协会 苏师兄 加491769973-6895 苏师兄大陆手机和微信同步 加86136-0085-4873 阿喜师兄 加49172-538-645 德国电子信箱 compassiongermily atgmx.de 费用500欧元 静态营住宿及三餐 不含各国来回机票 机场接送及动态营队费用 录取通知 已经审核录取 通知书随即即发 学员收到后 即可提早订机位 并依通知书内容 携带硬备物品 海清 慢衣准时报道 活动观察期 为使学员适应体验营生活 活动期间前五日为观察适应期 学员如有适应不良情形 得经开会决议后 予以安排退营返家 周末开放性课程 不限人数和年龄 欢迎随喜参加 欧洲当地华人参加全程活动 不限年龄 海涛法师慈悲置业 及德国慈悲协会主办 盖玛巴 盖玛巴 佛事业者 即代表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事业化现 一切修持的重点 并不是在于物质 而是完全在于心量及动机 有时我们会想做广大的供养 但却没有丰富的资源 仅能做些微小的供养 也因此让自己感到失落 甚至失去勇气和信心 其实真正的供养 并不是在于外在的物质有多丰盛 而是在于自己的心量有多广大 供养的真正目的 是为了修持自心 拓展自己分享的心 让自己充满勇气 并成为一切众生的依靠者与守护者 我打从心里向大家说 如果只为今生利益 而没有任何善的意念 那所做的一切也只是浪费心力罢了 遥呼上师的目的 主要是希望能够促使自己的心与上师相应 使自心得到加持 为了能获得上师加持 获得上师的慈悲眷顾 行者就要对上师生起无造作的前进 而为了能生起无造作的前进之心 行者就要不断地去做齐请并意念 思维上师的功德 这样的话就容易生起觉受 并对上师生起无上的信心